我以前是淺綠的 但是後來就是後來他們做的 還有吃醬太難看 第一代的那些綠營 我真的很欽佩他們 但是現在後面這些都跑掉了 都跑掉了 我覺得民眾黨應該很大 應該告那些民主 應該告了大家才會閉嘴 現在那是什麼時候開始對民進黨失望 哈囉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姐不太百六 我現在人在新莊的體育場這邊 今天這邊特別多人啊 因為現場除了一旁棒球場 有例行的中華職棒比賽之外呢 在場外也有小草集結的集會活動 近期台灣第三大黨民眾黨黨主席 柯文哲啊因為疑似捲入貪污案 先是被北檢搜查住家和民眾黨黨部 以及對柯文哲進行連續長達 70多小時三天兩夜 疲到轟炸般的漫長偵訊後 第一位法官因為認為罪證不足 而對柯文哲無包請回 但僅僅過了三天 柯文哲則被另一位 有過輿論爭議的法官 判定收押禁件 這樣短時間內在相同的證據面前 兩位法官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定 如此大的轉變 不禁讓人覺得其中可能有壓人取貢 就是先收押再來找證據的嫌疑 也令很多民眾們懷疑 司法已遭到濫用 淪為政治迫害的工具 那等等小結啊 就要來一半訪問小草們的心聲 另一半訪問單純來看球 或路過的路人們 對於台灣司法的公正性 以及這一次某記者違反 偵查不公開原則的事件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這句來問問看吧 想問一下先生 為什麼今天會願意過來集結呢 司法不公 好 怎麼說 因為我都有去 從北檢到濟南路 我其實都有去 就有了解吧 本來就是因為沒有金流 所以我就覺得 而且你看東森 東森 三立 晉週刊 全部都在亂報啊 對啊 北檢都沒講啊 而且我覺得最不可以忍受的就是 其實他們這樣也是違法的 但重點是他們就可以不用受 任何的評判 這指那個偵查不公開 對 偵查不公開嘛 NCC 你像有個那個記者 也都出來直接是講說 他是檢調的那個經營八年 這樣講都可以沒事 對啊 我就覺得說 喔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要的台灣嘛 阿伯從本來這個 吳寶請回 到後來這個 另外一個法官馬上就變成 這個收壓警戒 這個轉變 那先生覺得有什麼想法 沒有 這就很離譜啊 因為他第二次開庭 其實是 那個法官直接說 用第一次的 一樣的證據去辦 他好像就是要告訴第一個法官 就是告訴你說 就是這樣 就是要收壓 就給人的感覺是這樣 為什麼明明 兩個一樣的證據 可以用兩套不同的標準 而且第二個法官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 就是 他是綠色法官嘛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說這就不用講 你像那個 蔡正元也講嘛 如果今天他是公正的 他不會被收壓 如果他是綠色法官 他一定被收壓 對啊 而且圖利罪也是太模糊了 對啊 而且他是一個黨主席 你怎麼可以因為 沒有什麼證據 你就直接把他收壓這件事情 就完全就是 就很 就已經就很證明的 就是 已經介入司法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先生有 有覺得台灣的司法 已經淪為政治破壞的工具了嗎 沒錯 我相信就是 有在看自媒體的人 都會知道 就是這些都已經太超過了 不然今天大家也不會站出來 對啊 近難度那天也不會說全部塞爆 對啊 因為那天其實我四點就到了 對 所以我很早就到了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 那先生會不會覺得說 像這個 他們這次查 阿伯 欸小朋友 不會啦 他們這次查阿伯 查成這樣 會不會應該也要用 同樣的標準 去查像以前的超市嗎 超市雞蛋 或者是疫苗 還有什麼 高雄的國賓 對 這就是最不合理的 對啊 你如果真的 我這樣說好了 如果你要因為今天偵辦阿伯 是以圖利罪 以蓋章這種東西 完全沒有金流的話 你要抓 我跟你講 全台灣的首長 以後沒有人要當了 我跟你講 全台灣一半以上 全部都要被抓進去 因為你只要蓋章 你就有罪 這合理嗎 這就是選擇新辦案 對啊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以阿伯 這樣子去抓 我跟你講 全台灣的縣市首長 應該全部都被抓了 對啊 對啊 因為我說真的 今天最近在看之後 那20% 真的有違法嗎 真的有違法嗎 我這樣看下來 看 因為我有在看 蔡正元嘛 所以他其實有在講 所以其實說 這東西搞不好 其實根本就不違法 對啊 你不違法的標準下 你要怎麼說 他圖利 對啊 而且 他也都是在講嘛 交給專業 對啊 他就沒有經手 你們就要 用一個莫須有的配名 弄在他身上 就 真的沒有辦法讓人家信 我講認真的 我也覺得 如果你今天你有收錢 那我也不會再支持你 對 但前提是 根本就還沒有這件事情 對啊 那誰能忍受 沒有忍受得了 就今天柯文哲明天任何人 反正 司法現在就是他們的嘛 其實說真的 對我來說 沒什麼影響 對 因為我也三十幾歲 很難 我是為了小孩子 希望 有個比較乾淨的台灣 可是 這八九年來看下來 真的 就不是這樣 對啊 方便問一下帥哥 平常有接觸政治類的訊息 都沒有耶 完全沒有 帥哥現在是總統大學 你會去參與投票嗎 應該是不會 不會為什麼 因為沒有特別關注 帥哥平常對於台灣的政治 是很冷感 對 那帥哥覺得台灣人對於政治 大部分是熱衷還是冷感 大部分 冷感吧 大部分 帥哥覺得大部分人是冷感 對 你們家裡有 你在投票嗎 還是你們家都不投票 基本上不太會 喔 所以不是台灣人都很 這隻狂人 還是問一下 帥哥覺得台灣的投票 選舉這些對你的生活 不會有影響嗎 應該 目前不太會 對 OK 帥哥有玩黑霧風嗎 沒有 你有玩原神嗎 沒有 帥哥平常是喜歡運動的 對 看比賽就要多 看棒球一賽 對 那為什麼今天會願意過來提醒 我是覺得說就是要公平嘛 對啊 就是別人怎麼樣判 怎麼樣去審他 我覺得就是要一樣的方式 對 那不能說你今天因為 你想要有一些目的 然後就特別去針對性的一個辦法 我就覺得不對 那先生有沒有覺得台灣的司法 現在已經被淪為成這個政治破壞的攻擊 真的像我們永遠不知道嘛 因為我們只是一個平民小百姓 對啊 但我覺得就是公平也很重要 那公平的話 是不是應該像之前的超市啊 雞蛋 疫苗啊 還有那個高雄的國民之類的這些 也都要一一樣的標準去 對啊 當然是啊 我覺得 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 跟我們人民最相關的事情要去解決 他沒有解決 但是去用這個手段 然後去 就等於說有一點 好像要把另外一個第三 一個在野黨 就是把它 對自己有危險 徹底的毀滅 對然後就把它毀滅掉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 他就 經不起別人考驗嘛 我覺得這樣子 對啊 那先生覺得像這次 還有偵查不公開的這個爭議嗎 有一個女記者自己爆料說 欸他在這個檢調方面 埋限七年的這個時間 對 這很明顯就是 一定是被操作的 對啊 對啊 那他也可能想要出一些風頭吧 對啊 但我覺得這個都不是 都不是正常現象啦 就 像之前 大家都說 欸那個 檢調 就正常不公開嘛 對啊 那他們這樣講 其實 那我們請問我們政府 我們司法有沒有什麼反應 我們的檢察官有沒有做 後面後續的一個狀況 那 他說 喔現在我現在 要開始辦案了 他治案去偵辦 那請問一下 有做嗎 那只是拋出一個議題而已 他說欸我好像對我們的民眾交代 說欸我會辦喔 但是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會影響到 就是 說白了會影響到判決 因為 我們台灣社會就是 人民娛樂壓力會造成判決的方向嘛 對啊 那今天如果你有辦法做到 就是OK 我今天 真的都不公開 偵查的內容都不公開 那 讓法官有獨立思考 能去判這個案 我覺得這個 不管柯P有沒有 有沒有犯罪 他有犯罪 OK我們也是 人民會唾棄他嘛 對啊 那我覺得沒必要在這個時候 就下定了 而且是 所有的媒體 都在說 欸你怎麼 你就是不對 你就是不對 你這個方案就是匯弱 你就是收賄 我覺得這個已經 違背 我就違背了 就是我們的民主價值 我覺得就這樣子 就人民很倒楣 就人民就是 這些政黨的 說白了就是棋子嘛 民進黨我覺得他應該 怎麼樣 以前台灣什麼事情 現在反而去做那個事情 我覺得 像以前 民進黨總是說 這個黨政軍退出媒體 對 但現在民進黨自己執政了 你覺得他 他有做到黨政軍退出媒體嗎 嗯 這個我不與置評啦 因為我覺得 因為每個人觀感不一樣嘛 有些人覺得說 他們就很公正啦 還是很多人就是他們很 就是做對事情啦 對啊 但我覺得就這樣 就留給大家去評斷吧 對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你們知道今天外面 剛剛有集結嗎 小草集結 不知道 我只在乎看棒球 你們今天是來看棒球 對對對 不好意思 好沒關係 我們很想問一下 你們怎麼看柯文哲這個事件 從一開始這個無保請回 可是在同樣的證據之下 沒過幾天 他又被收納金錢 我們剛好都金融業的 對啊 有些帽子 有點亂扣啦 怎麼ATM這個東西 就存錢 對啊 現在都是自動化其實很方便 自動化存啊 只是他那個區間 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抓出來 而且他又是個政治人物 有個七百萬在身上 然後不想跑得露面 慢慢存 很正常啊 對啊 所以你們覺得是有點太小提大作之類的 就是故意幫他針對嗎 這個 存錢這個是有 對 就看 檢調有多少證據 那你們會不會覺得台灣的司法 有點淪為政治破壞的工具的感覺 不是一直都這樣嗎 哈哈哈哈 不好說啦 不好說啦 那像這次還有這個 偵查不公開的爭議 你們知道吧 我知道 就是有個記者自己爆料 說到 就是新聞一直出來 兩百一點 政策不公開就錢嘛 錢到位 政策就公開 錢不到位 政策永遠都不公開 不是嗎 那你們覺得 關於這樣子 台灣的司法 可信 你們對台灣的司法有信任嗎 有錢人的工具 法律不就是有錢人玩的嗎 兩位都 金融界 那兩位有錢人接觸應該蠻多的 好不好得罪 那你們是馬賽克嗎 不用馬賽克 他要馬賽克 他現在要馬賽克 他現在要馬賽克 也不用馬 反正你的公司被爆出來 大票你就不要 大票就算你隨便了啦 那就不答啦 那你們會不會覺得 台灣的司法有選 有點太 選擇性太嚴重 就像這次對柯文哲 就很針對嘛 那之前的什麼疫苗啊 超私雞蛋啊 還有高雄國賓 就都放在裡面 就裝作沒這回事 誰執政 誰就是官啦 顏色對了就對了 一方問問一下兩位 有參與過幾次的大選嗎 你說總統大選還是 直轄市長以上的 總統的好了 總統的話是四次 差不多 四次喔 四次對 我們兩個都差不多 三十出頭 第一次選的是 馬英九 那很早 很早就 那你們應該很熟悉 民進黨以前常常說 黨政軍退出媒體 對不對 你們應該很熟悉吧 那你們覺得現在 民進黨自己呢 就自己執政之後 就跟以前不一樣了 換個位置換個腦袋嘛 就這樣子嘛 不管是在 政治上 或是一般的公司上 行號上 就是換個位置換個腦袋嘛 都這樣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其實 每個政黨應該都是這樣 都差不多 對啊 那感覺兩位姐姐 對台灣的政治 該失望的都失望 那之後的大選 你們還會投嗎 會投啊 還是會投啊 還是會選一個比較 不爛的 對啊 那這位先生 我是 我就直接講我是淺藍 但是 如果藍的有時候派台藍 我就是不同 人家睡覺比較實在 因為我不覺得說 其實台灣的 未來是 執政黨換了 就有辦法 處理的事情 我覺得是 跟很多 不管是金融業 或是 比較賺錢的行業 像建築業 建築業怪過最嚴重 不然不會有打房的問題嘛 通膨那些的 最直接影響的 就是 房屋嘛 為什麼台灣房貸一直是負利率 對啊 負利率不就是 就是叫你來 趕快來買房子 趕快來炒嗎 對啊 持續幾年了 台灣人一直主打小確幸嘛 那小確幸就是存不了錢啊 當下有多少錢做多少事啊 那兩位覺得 台灣整個社會 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 賺不到錢 年輕人還不欠房子啊 有點大家一起活在一個夢裡面一樣 一個虛的夢 那你們覺得台灣現在的制度這樣 真的有很好 或者說是 就是 大家常說的 蛤 自由民主啊 原本自由啊 很棒啊 我覺得改變不了 改變不了一切 就是都是這樣而已 有時候會覺得太過自由 不一定是好事 因為人就是欠管啊 沒有管 沒有動力啊 那講到 講到一定程度的管啊 怎麼看如果 兩岸統一呢 兩位會很排斥兩岸 還好 還好 對啊 每次不是都說什麼 香港怎樣以後台灣就怎樣 也不一定啊 對啊 很難講啊 對啊 所以這很難講 我覺得啦 對 我跟他講法一樣 我覺得根本沒什麼 他真的不可能拿 真的把我們打 真的 講得有點太光 怎麼打過來 飛彈射過來 把我們抓去當奴隸啊 赤等公民啊 真的太誇張了 不然香港 我們早就是 早就是那個黑奴窟了 這種講法 因為講到其實你們對台灣的這種投票制 好像也 蠻失望透頂的 那如果哪天台灣 像大家說 如果 統一了就沒有投票了 或者說是 台灣很驕傲 因為我們投票權 關於這個問題 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因為你們也經歷過這麼多 這麼多次投票 可是 好像每一次都還蠻失望的 那你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投不投 執政黨已經沒有差了 因為都差不多 而且講白一點 大陸的快速進步 是有目共睹的吧 他們沒有投票 可是他們的基本 但是他們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吧 這個不是碰空的吧 對啊 這國際都在看啦 當然我也不是說 一定支持說像大陸這麼激進的 執政方式 只是變成說 一堆濫執政黨 那你真的要讓司法權 回到人民手上 這本來就有一定的難度 這就是個 無解的問題啊 不如共同執政 說不定還比較有可能 我不是說 跟對面共同執政 是黨內 就是 換一個組隔方式之類的 對 重新的組隔方式之類的 對 像這次就 就不是就是 撒嘎都其實就跟票選機制 就有問題 少數總統40% 對 像對啊 你看我們的 當家領導人 是綠色 然後 但是我們的 內閣組織的立法委員 是偏藍色 對啊 那乾脆就能 反正 檯面上 炒檯面下 和好嘛 那乾脆他們就 檯面上也和好就好了嘛 不是最好 你們有玩黑神話嗎 沒錢 沒錢嘛 不至於啊 你們搞金融業的 不是啊 沒有錢買4060 沒有錢買顯卡 對啊 沒有錢啊 對啊 賺錢的永遠都是那幾個 而且人家做得出來 我們都做不出來 對啊 你們都不知道在幹嘛 他公司永遠賺錢的都是那幾個 不好說啦 對啊 我也是那個公司出來的啊 做了六年只漲了一次薪水啊 不好說啦 對啊 那個薪水連交通費都不夠啊 人民要有覺醒啊 不要被他們一直這樣子 以前的操作手法去騙 他們都用以前那種賣膏藥的那種 記者在那邊自己報出來 埋了七年 從以前的高宏安嘛 韓國瑜嘛 徐小新嘛 到現在柯文哲都這樣子啊 哪來的村長不公胎 那好小欸 那先生覺得像這次這樣辦柯文哲啊 那是不是像以前的這個疫苗啊 或者說雞蛋啊 甚至是這個高雄的國賓案 是不是也都應該要來查一下 不然會顯得這個台灣的司法選擇性很嚴重 我希望啊 就是一視同仁 對 一樣的標準 不要一直都是雙標 就是雙標太過頭了 會讓 所以會讓人家覺得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最起碼一視同仁嘛 真的有犯法 有幹嘛就抓去關 該去判的就該去判 而不要是雙標 你的我就重重拿起心心方向 啊我的不管怎樣都是全力的打壓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啊 應該要一視同仁 不要嘴巴講自由民主 然後雙手拿雙刀亂砍亂跑的 先生會不會覺得 今天課文哲明天任何人 只要是能影響到某人大位的 應該都有可能 所以就像之前有人說 那個賴清德也有辦 他民進黨的鄭文燦啊 那先生覺得 就像我講的啊 就是講前面講的好像很大聲 可是後面就輕輕放下了 我相信他到後面應該也沒什麼事啦 不然大家可以開賭牌嘛 他如果會被重壓的話 大家就來開個賭牌 看會怎樣 一定是後面一定都輕輕放下 一定都這樣 那可是對柯文哲 台灣人是講白的就是愚笨很容易忘記 這是辦柯文哲是不是 某人的針對性 是某政黨的針對性比較嚴重啊 因為他黨人財路嘛 對啊就是現在台灣的悲哀 那個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要求要黨政軍退出媒體 先生你覺得現在黨政軍介入媒體 造謠帶風向的狀況 是有比以前改善了嗎 更嚴重啊 所以人家才會說他是雙標黨 他一路走來都始終雙標 對可是嘴巴講的卻不是這樣子 可是身體卻很誠實 那有關注到最近這個柯文哲的事件嗎 不好意思 政治的部分比較沒有參與 不好意思 沒辦法幫助到 沒事沒事謝謝 你最近有關注到柯文哲的事件嗎 有 其實我沒有太懂 就是整個細節 就是因為我畢竟還是學生 就是比較沒有關注到這一塊 只是我看大眾 就是可能在這種程式上面 就是大家偏向好像是說 就是不喜歡柯文哲的作為這樣 然後覺得他是真的有就是 弊案這件事 最平常都是看 看Thread的這樣 對可能看一些新聞 或是 就是大家風向可能會 比較 感覺Thread的風向比較那一 對對對 就是很一邊的風向 對對對 那有沒有接觸到其他媒體呢 可能一些網路媒體我覺得 他們有時候有點標題當 就是有些那種網路 像是Facebook那種網路 網路新聞就沒有敢太點進去 那YouTube上面請他一些新聞 YouTube沒有很關注 那 欸 美女幾歲啊 我十九 所以還沒有投過票 對 那你知道以前民進黨最愛喊 很愛喊的就是那個 黨政軍退出媒體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不知道耶 你覺得台灣現在的媒體 媒體環境 有沒有偏坦的顏色 我覺得 不是大家都說有幾個是 某個顏色 幾個是某個顏色 對啊 所以你覺得是有的啊 我覺得有 你還沒有投過票 對 那你在台灣這樣的 現在的這個娛樂環境 你對於台灣的現在政治 有什麼想法 什麼想法 我覺得 或者說你對台灣政治 有什麼樣的認識 嗯 什麼認識 其實我沒有很懂 只是 因為我爸媽 他們各偏談一邊這樣 喔 爸媽是一來一律喔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聽起來兩邊都 我都聽起來沒有很喜歡這樣子 喔喔 所以可能還要再 那就是因為一藍一律嘛 嗯 那剛剛 因為民眾黨是台灣第三大黨 是白嘛 對 那你覺得民眾黨的存在 對於台灣政治環境 是有沒有所謂影響力的 我覺得一定有 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一定有 因為如果是兩黨這樣子 反正好像很多 比較偏中老年人會 比較有一點根深底固的思想 就是一定要投哪一邊 那如果有新的政黨出來的話 會不會 年輕人 會有一些 新的想法這樣子 就是不一定 局限在這兩個黨之內 爸媽會因為 一藍一律有吵架嗎 不會啦 他們 就是他們也會聽 我 我跟妹妹就是 可能在 大選前之前就會 在家裡講這樣 他們也會很尊重我們的意見 然後 也不會 不會到吵架這樣子 那你平常 你說 你不太了解嗎 那你會關注嗎 關於政治的話題 可能在 選前 新聞多的時候 會看一下 密集討論的時候 會看一下 那下一次 你下一次一定就有投票的時候 那你下次會去投票嗎 還是說 其實你也是看狀況 也不一定 我覺得也看這樣 我覺得看那時候 有沒有我喜歡的人 主要看人 對 看人 你感覺自己不會太受顏色 對 你們今天是來集結的嗎 有 OK 應該就是 壓人取貢 然後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 肥檢很有問題 照理講 偵查不公開 既然那些 一直消息一直出來 的話 那些 我覺得民眾黨應該很大 應該告那些民主 應該告了 大家才會閉嘴 不然的話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偵查不公開的案件 可以這樣一直討論 目前 綠營執政來講的話 我以前是 淺綠的 但是後來就是 後來他們做的 還有吃醬太難看 第一代的那些綠營 我真的很 很欽佩他們 但是 現在後面這些 都跑掉了 都跑掉了 都是為了 為了權力那些而已 現在那是什麼時候 開始對民進黨失望 應該說 阿扁阿後期 阿扁阿後期 因為畢竟 他後面那個狀況 是真實的 是真的有 但是 柯文哲 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還是相信他 因為畢竟 我覺得他老婆 把一些東西交代得蠻清楚 所以我不希望說 破滅 那破滅台灣完了 大概也沒有人 可以那個 因為畢竟 綠的 你像那個陳明文 可以三百萬在高鐵上 阿爹沒追查 阿還有好 好多狀況 像那個 柯建民 他兒子也什麼 除罪化 所以我覺得 跟他們相關的 包括王八千那些 我覺得太多事情 趙天林 陳什麼 陳什麼 都跟女孩子有關係 阿那為什麼不去查他們國外 會不會 有什麼洩密什麼 都不 都不講那些 講來講去 反正一個事件 用其他的案子 就把那些都壓掉了 那些案子 你像那個什麼林依錦 鄭文燦的 現在都沒有聲音了 所以我覺得 很不好就是說 最呆的啦 就是黨政軍退出媒體 竟然被類的全部站上去 誰掌握的訊息 誰就贏了 沒有辦法掌握到資訊的話 網路可能也不比媒體強 因為看網路的一些老先生沒有在看 他們看來是電視台 所以我覺得藍影很呆 藍的都不知道什麼叫做純寒齒王 他現在可以搞你白的 以後就搞你藍的 白的已經沒有那麼 就那麼弱勢了 你在讓他搞掉 我敢講啦 白的大部分都是 中間偏綠或偏藍的那些中間的 如果這樣的話 白的不見 我看靠去 靠去綠的很多 那這樣 你以後一樣就是 柯建民說了就算 藍的全陣子還跟著一起打白 對阿所以你藍的真的很呆 你如果真的有狀況 那你藍的就很簡單 比趙柯文哲辦理 先壓了再說 所以我不曉得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講真的 你那個都市計畫法要去讀清楚 如果讀清楚裡面的條文 就是所謂的圖利 並沒有說真正的圖利 你只要對國家政府 有幫助的話 都市計畫法裡面 首長有權限去做調整 所以等於說 大家沒有再去研究這一塊 他們只是說 跟著那個記者 民眾跟著跑跟著做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有需要有一些 比較懂法規的 去研讀都市計畫法 研讀清楚 就知道說他的圖利 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他們收會的話 我是希望不要有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那 柯文哲我覺得下次是 很好翻身的地方 因為先生剛剛有提到 鴉人取貢 先生覺得這樣 台灣的司法是不是已經淪為 可以拿來做政治操作的工具了 有一點這種感覺 因為現在其實從那個 檢調方面 背景你可以去看說 第一個跟第二個 檢察官 可以同樣的證據判出不一樣的動作 第二個又承認他是 綠色法官 那就知道 很有問題 講真的 那些說會串貢的人都已經壓起來了 你在壓他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既然壓了 沒關係 你就趕快去找證據 該起訴就趕快起訴他 但是你找那麼久 又是一直給某週刊一直放話 一直放話 我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政察不公開 他為什麼公開了 那北檢是不是要辦他 或者說 北檢有人洩密 那要告北檢 我覺得要做這些動作 但是是不是說民眾黨 他們的律師團 沒有那麼強的律師團 不敢做這個動作 這是我比較納悶的地方 那還有關於 像那個之前啊 有疫苗啊 雞蛋案啊 這些的話 還有包括高雄的國賓 也有容積率的問題 那這些是不是 先生是不是也覺得 這些應該也要都來 調查一下 不然會顯得台灣的司法 選擇性有點嚴重 我覺得這樣講 你如果說 疫苗跟雞蛋 我覺得那個真的一定要查 因為錢讓他們亂花 而且講真的 疫苗這種東西 從林權那個時代 包括一些衛生會影的東西 他這樣封城30年 而且獨厚一間高端 而且他二期做到二期而已 三期沒有做 竟然可以這樣子 我們獨賣台灣 這個非常有問題 而且你們如果知道資料 之前他們那個醫療的 他們裡面的那個 某一個關於說 圖利是合理的 你們應該可以找到這個 既然他可以圖利高端合理 那為什麼他圖利說 讓金華城趕快起來 帶動地方的話 那有什麼問題 帶來就是說 陳其邁那個一千多趴 我覺得不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真的要熟讀都市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裡面 就有授予那些縣市長 權責就是說 貴的地方 他可以做調整 你如果要講的話 應該是講新竹內建 林志堅那個案子 是後來那個馬建區的時候 林志堅跟他說 保證可以給他450% 所以這一個他才是 有問題的地方 因為他有保證 但是我講真的 他這個保證的話 你如果地方真的有回饋到那邊 不是問題 那那個超市的就更嚴重 十萬塊的公司 可以做好幾億的案子 我也希望我可以這樣子 那我就很好過了 問一下先生的專業嗎 我是工地主任 工地主任 這方面其實是蠻那個 稍有涉獵啦 不敢說什麼 最熟的應該是建築師那些 但是按照他們 他們講的說什麼 這樣子可能有圖異的疑慮 我覺得那些什麼林州民 那些什麼那些都發局的 我覺得他們讀得太死了 他可以延伸深論 所以其實你看你怎麼去解讀 我法官給你解讀 這樣子沒有問題 延伸真的沒有問題 法官要你死的話 就說這樣就是不行 所以就看律師怎麼去講 自由心證 對 所以那個那個東西 那個條文 其實有點論局 那先生怎麼看這個 柯文哲從一開始的這個 武寶請回到後來的這個 收押禁見的過程 先生有什麼想法 這種證據的東西 本來就是不公拍嘛 成為民眾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 真的是放出來的 還是媒體自己去 因為畢竟媒體編造出來 都有可能嘛 事情怎麼發生 那樣子就好 那就是看大家怎麼去辨識 自己怎麼去認為媒體 做出來的東西是怎麼在家的 那先生會不會覺得 像台灣司法 應該要一視同仁的 像辦柯文哲這樣子的 像之前的這個超司雞蛋案啊 或者說是疫苗啊 或者說是高雄 國賓容積率的問題 是不是也 用一樣的這個 力度去調查 這些東西 這些 我是沒有涉略啦 只不過就是如果有 證據還是什麼 當然就是 居然是司法單位 那就去查嘛 對啊 但是畢竟我也沒有 涉略其他的事件 所以 也不太好做評論 那帥哥今天為什麼會願意來集結呢 我覺得 現在的媒體 比較 對我來講 其實說什麼司法 不公 然後程序正義 對我來講 我比較不理解那一塊 但是我對於現在媒體的現況 就是用不時的消息放出來 然後可能鋪墊蓋地的 來去打 柯主席 然後柯主席在牢裡沒辦法發生 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蠻有意見的 對 所以我今天才會選擇來這個地方集結這樣 主席那天被收押的時候 他其實從 看錯的時候 欸 就是從鐵檢要去 被擠壓那個時候 我其實有點頭皮發嘛 因為畢竟 畢竟像我啦 其實我是因為柯主席 才開始關注政治的 所以說 那個時候我覺得有點 好像一代蕭雄有點殞落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有點 喪失鬥志 那 黨內也辦了 這些活動 然後也讓大家的性情能夠 充聚起來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說真的 我對法律的東西不熟 所以我不會去做評論 對但是只是說會覺得說 我覺得他 我相信他有清白啦 但如果說到最後 他真的有判有罪 我也是認了 這樣 那先生有沒有 你現在會不會感覺說 台灣的司法已經被淪為政治迫害的工具 嗯 其實我跟 可能跟那邊在座抗議的想法 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沒有 因為其實像今天 我看那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好像有說 好像台灣大概50%以上 都不相信說 賴清德有控制司法 然後去針對柯主席這件事情 對 所以說其實台灣民眾 還是對於司法的公正 還是 還是算蠻有共識的 對對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會 沒有所謂的司法迫害這種事情 那當然 主席可能在 進化成的過程中 可能有一些疏失 而導致他被人家抓到這樣的把柄 他自己可能也要反省 但我覺得司法迫害不至於 大哥會不會覺得也應該要 像之前的超司 雞蛋疫苗 還有這個高雄的國賓啊 新竹林志堅的那個 也是健安這些 會不會也應該要 要疑似同仁的 用同樣的標準 去做一個調查 當然當然 我覺得這些事情 一定要 我覺得都要疑似同仁 而且尤其是 譬如說雞蛋 或是很多疫苗等等之類的 其實 民眾都在當時 有蠻大的疑慮的 所以說 在這個 針對每個案件 做處理的優先順利上 我們都 就是大家 難免會有疑慮啦 你會想說 這個事情都發生那麼久 大家罵那麼久 為什麼這個事情 到現在還沒有 人去查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 有檢調可能去放消息給媒體 有 這樣的 抹黑跟攻擊 我覺得是大家 蠻不能接受的啦 我整理一下 算是剛剛說 你還 你是比較相信說 台灣司法的公正性嗎 目前是比較這樣相信 但 像剛剛也提到了 關於之前的超市這些 現在 那些都發生 更早以前發生 可是現在都擱置著 沒有在辦 可是柯文哲的事情 竟然是在 賴慶德上任之後 馬上立馬就辦 如果這樣串起來 算哥還會覺得說 這個公正性 是不是 我懂你指 還是說 所謂的選擇性 喔 我了解 我覺得選擇性 難免有啦 只是我必須要搶 我真的 還蠻不瞭解 他們檢調辦案的過程 對其實 我覺得台灣歷史上 應該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例如說 可能那時候辦免案 可能那個時候對 其他事情也有一些看法 但也沒有被辦出來 我覺得 應該說我對檢調辦案的順序 我不太理解 所以我沒辦法去評論 但是你剛剛說那個時間兜起來 當然你會覺得說 可能賴慶德上任以後 好像真的有政治力介入 讓這個柯文哲被 調查 或是被擠壓等等 但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政治力介入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還沒有實質的證據 因為總不是說 但慶德被人家錄下來說 哎呀你們就是要給我辦柯文哲 不是嗎 但我們現在所謂的政治力介入 對我來講 應該比較偏說 可能有特定 其實我們很明顯就知道說 某一些電視台 他可能會收到某一個陣營的消息 然後對我們進行攻擊 我覺得所謂的政治力介入 對我來講比較偏向這一方面 而這些消息放出來 而導向了整個 北檢辦的過程 甚至整個案情 更加撲朔迷離 對我來講這才是所謂的 政治力介入的部分 以前都說偵查不公開 那這次竟然有一個記者自己 報出來說 他買了一個七年的線 有那個檢調單位 跟他提供相關的消息 那對這件事情帥哥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其實檢媒共生 好像一直都是從 在台灣是存在的 那當然偵查不公開 就我現在了解 好像也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 這是違法的 啊這是違法的嗎 以前是有過潛力的 就是這件事情在這幾年被鬆懈的 比較嚴重 感謝你們跟我講 因為我也不太清楚 不過就我聽說好像 那位記者好像可能有一些 政治往後的意圖 他可能想要參選等等之類的 那如果說你只是為了政治後面的路 而配合某一些派系或者是政黨 來去做政治的打壓的話 這方面我比較不能接受 以前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要求當時的國民黨 黨政軍退出媒體 結果現在幾乎基本上所有的電視台 你覺得黨政軍有推出媒體嗎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 但現在控制的媒體方式 可能跟以前不一樣 諷刺的就是說 民進黨以前喊著政天響 而他們現在也在做一樣的事情 比較讓人需要批判的 我覺得是這個部分 對就是你們以前喊得很大聲 結果現在你做一樣的事情 說不過去啦 對對對我覺得我比較care的是這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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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